嗨大家好 我是阿宰斯 歡迎收看超認真少年 想必看我們頻道的你 一定有用過一個東西叫做螺絲 你知道螺絲它本身的功用是拿來幹什麼的嗎 就是為了要拿來鎖固 就是物體跟物體之間 或者是弓箭跟弓箭之間作為固定的使用 其實螺絲的世界裡面它非常的廣泛 我們會把它稱之為叫扣件 為什麼呢 因為它就是兩個東西把它扣在一起 所以扣件它其實涵蓋的範圍非常的大 螺絲只是其中的一種 包含了螺絲、螺帽、螺酸、拉帽、鉚釘這五種 而裡面的螺帽它的別稱就是螺母拉 所以就是工的跟母的 母的裡面有一個洞 然後我們就把它鎖進去 而扣件它要稱之為叫做工業之謎 第一個把螺紋把它用在工業上的人 叫做阿基米德 也就是發現福利的那個科學家 他利用螺紋把低處的水 因為旋轉的方式讓水它慢慢的往上升 這個系統到現在埃及都還在使用 非常的偉大 扣件在台灣其實已經有70年的歷史 以前台灣的扣件生產 其實都為了符合國內的需求而製作 直到了1955年那個時候 美軍確立參加了越戰 而美軍就指定台灣作為一個 扣件的生產供應中心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的原因 造就了台灣現在滿街都是扣件 從北、從中、從南 到處都有扣件的供應廠商 跟很厲害的工業製作 的工廠 而北、中、南的供應工廠其實也不太一樣 全台灣總共有1800家的 扣件供應商 北部大部分做的就是電子機密產業 然後提供給電子業為主 中部大家知道我們中部的機密機械非常的多 所以中部的扣件大多都是提供給工具機為主 而南部就不一樣了 南部又稱為螺絲窟 一年的出產值大概是2000億台幣 第一名就是半導體 第二名顯示器 第三名工具機 第四名就是扣件 在這些00種種的扣件當中 我們93%的比例全部都是出口外銷 所以台灣又被稱之為叫做螺絲王國 這個螺絲從低單架最簡單的螺絲 一路到高單架的跑車、火箭筒、飛機、小電風扇、大的離岸風電 其實全部都有螺絲的存在 裡面其實高單架的就有包含一個東西 人工牙根 我們曾經在金屬中心有排給大家看 小小的一根牙根 它可能20塊但是你可以賣到3500塊 你就放在你的牙齒上 很值錢 而像美國呢 其實你有10顆螺絲當中 就有4顆的螺絲是來自於台灣做的 就像我自己很喜歡騎的美式哈雷機車 其實哈雷裡面的螺絲 它生產的地方 就在我家出具的巷口附近而已 然後我們就會外銷到美國 然後打上它的LOGO之後再賣回來 而整個螺絲的成型 大家也可以分成上、中、下游 上游其實就是材料 也就是從你的線材 然後它有不鏽鋼 或者是它是什麼樣的不一樣的金屬 而也因為有這個扣件的生產 所以周邊你就會產生出表面處理廠 甚至包含了雷射、拋光 種種種種的各種生產鏈 中游的部分呢 它就是包含了 怎麼樣生產 或者怎麼樣製造 也就是待會要給大家看的工廠 扣件下游的運用呢 就是你我生活當中每天會用到的 就是好比說汽車、機車的修護 你家的建築裝潢 或者是那邊的壁壺 全部都是跟這個扣件行業息息相關的 而這70年來呢 台灣的扣件產業又產生很大的變化 最早之前台灣的人力便宜 所以我們在扣件的時候 都會做一些比較廉價的 比較簡單的 或者是用價錢去跟大家比出贏 的方式來製作扣件 但在近幾年呢 我們所提到了 就是包含我們不管是技術的養成 還是我們在台灣中部地區 這些精密機械業的大的提升 然後也包含了 就是我們台灣醫學跟糖太科技的發展 所以台灣的以前的製造扣件的方式 就從廉價慢慢變成越做越貴 就包含做像醫療的扣件 航太的扣件 然後很多跑車的扣件 其實都是台灣製作的 而在前兩三年 這個疫情的摧死之下呢 你知道什麼樣的扣件發展得特別好嗎 因為大家都待在家裡面嘛 所以就是在家裡面沒事的時候 你就幹嘛找事做啊 這個時候你就想要裝潢家裡 在家裡的浴室上面裝個架子 或者是在你的電視上面 把你的電視上墻 所以這個時候的壁壺壺 或者是居家類的建築類的五金扣件 或者是你只要在家裡想像得到 你這兩三年猜的是哪些螺絲 那基本上這兩三年都賣得非常好 除了前面講的那些之外 其實螺絲還有很多你想像不到的種類 好比說你的吊環 它也可以跟螺絲結合 你可以一開始呢 先把吊環鎖在裡面 然後在你的弓箭上面打上執行膠 然後一路鎖固了之後呢 你今天你要吊掛的時候 它可以用吊環吊 吊好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吊環拆掉 那你的內牙就會躲在裡面 外面也不會太難看 或者是呢 你可以前面用套筒鎖固 套筒鎖固完之後呢 裡面還有個內牙 內牙呢 你就可以用一般的螺絲再進去鎖固 像這樣子 這個全部都是被設計出來的 所以說呢 不同的螺絲它其實有不一樣的想像 它所使用的功能也是不太一樣的 有些你看都沒看過 有些你想都沒想過 反正很多螺絲都是為了必要而存在的 所以可想而知呢 其實我們頻道一直要給大家帶來一種 就是供應鏈的一個想像力 像台灣跟日本有一個最大的差別就是 日本的汽車工業其實發展得非常好 比如說Suzuki、HONDA、YAMAHA 所以說為什麼日本會有這麼多厲害的工具機 或者是日本的板金設備 包含日本他們的做那個Place的 那種各種機台的發展 其實都是因為 為了生產出很厲害的車子 所以年代起了整條生產鏈 台灣呢其實做精密儀器 跟做醫療設備其實是非常厲害的 它也連帶的發展出 就是台灣的構建跟醫療類的構建 在這幾年的時候 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它發展得非常好 而有另外一個值得一提的呢 就是在歐盟 就是歐美國家 他們常常會有很多的百年建築嘛 像我們台灣的建築很多就是會自然 或者是會突然倒掉了嘛 就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呢 在歐洲國家為什麼 你可以看到百年建築 甚至是千年古蹟 他們呢其實會在定期的時候 去換它的房子的扣件 而這個扣件呢 它其實是要經過西醫認證的 那你才能夠去進口到這個國家 為什麼要做這個認證呢 也就是說 當我們的機器 或者是當我們的設備 因為在鎖固東西的時候 你必須要給它有所保證 也就是說這個材料是OK的 他們就是可以做一個簡單的證書 去篩選掉一些亂七八糟 或者是精度做不好的爛工廠 那所做出來的東西 去影響著他們的百年建築 所以話說回來 我們剛剛有一個扣件的 大力的基礎的時候 在不一樣的東西鎖固上 我們都會使用不一樣的扣件去扣它 像你可能在鎖木頭的時候 我們會鎖木螺絲 木螺絲上面尖尖的設計 就跟我們做機械的螺絲是不太一樣的 那在坐飛機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在做蒙皮的時候 會有一個拿一個氣槍這樣 噓噓 這樣這樣 我的拉丁機在綠木後面 大家看合成就好了 你在飛機上面他們鎖固的方式 其實就是用拉丁 拉丁就是利用壓力 把它往上拉了之後 去把裡面的金屬件把它推擠 擠到然後成型 成型之後把這兩個東西扣在一起 為什麼你不用鎖的呢 因為你在飛機已經啟動的時候 什麼飛機會震動 你在震動的時候 你的螺絲就會慢慢鬆鬆鬆 所以發展出了什麼 樂態螺絲膠 而錨釘呢 錨釘的做法就是你在很多家具 或者是重工業上面你會使用的 所以在不一樣的扣件 它會依照不一樣的需求而去設計 像現在就是有很多太陽能 或者是離岸風電 它也都是要為了當地的工業設計的需求 而去設計出適合把你東西鎖固在一起的扣件 扣件如果設計得好 你東西的量率就會高 有的時候我們去很多工廠 看到他們生產出來的東西 那常常都會被退回來 很多原因都是因為它扣件的選定上 或者是在扣件的設計上 是選錯了或是沒做好 那就會造成你的這個品牌民意掃地 所以非常重要的 但是想必講到這邊 大家一定都想說 船廠就沒有人要去做 大家老師傅都要退休了 年輕人又不想要來做扣件 台灣這個扣件王國 每年2000億的輸出應該怎麼辦呢 這也是我們這一集跟金屬研究中心 要跟大家講的一個新的概念 也就是說呢 以前老師傅他在換模具的時候 或者是以前我們都是要仰賴一些 就是已經現在正要面臨退休的老爸們 或者是阿伯們 那他們的手工技術 現在其實政府單位跟金屬中心 他們有非常極力的想要合作 把我們這些很小的中小企業 能夠繼續保持繼續生產 所以就做了很多雲端化的服務 如果今天你公司有這個問題 你就可以去找金屬研究發展中心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真的要利用數位化 利用5G的技術 然後怎麼樣能夠把你的量率提高 或者是怎麼樣呢把你的每個模具 或者是在每個量測的時候 把它做得更精準 那市場一樣有需求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就可以把產業轉型 我們去邁向智慧製造 盡量把人力縮減 或者是盡量讓老人家好好的去退休 年輕人你如果真的覺得這個事情很無聊的話 那我們就讓機器人去做 那年輕人呢 你可以去好好去發展 怎麼樣去研發出新的構建 有時候這構建的專利是很驚人的 你做一個好構建 你可能吃肉粒喔 從小學工業 長大賺大錢 既然講了這麼多 我們現在就來去工廠 給大家看看 構建到底是怎麼樣生產的吧 在一個螺絲廠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螺絲的整個製程 而且呢在以前傳統的螺絲廠 它做一個螺絲它可能要花60天的時間 而不管你平常在用的木工螺絲 或者是工牙的螺絲 或者是你在機械用的螺絲 它裡面有不同的頭跟不同的牙 那一個螺絲的設計呢 它一路從設計開始到備料 然後斷頭機打頭 然後到戳牙 戳完牙之後呢 你要送去熱處理 熱處理完之後你要電鍍 電鍍完之後才會送到你的手中 就是內根螺絲啦 那如果傳統螺絲的製程 它現在導入金屬中心的軟體之後 會怎麼樣呢 你可以用這個APP去直接選 你要十字頭 一字頭 或者是方形頭 或者是你要內六角頭或心形頭 加上呢你要配什麼樣的牙伸 不管你要圓頭方頭還是抿頭 或是牙裡面你要做下面是順牙的 上面是逆牙的也可以 或者是呢 客製化的特殊的牙 中間有一段空白的再加上上面的是順牙 那你都可以利用這個軟體 用合成合成合成的方式 就可以直接做出來了 這樣子就可以省掉以前老師傅 用圖紙的時間 慢慢畫慢慢畫 當有一個尺數畫錯的時候 要全部重來的這個窘境 就這樣點來點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輸出到一個純等的CAD檔 這樣子做螺絲是不是非常輕鬆呢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小廠的螺絲 或者是你今天好不容易你雖小 你是二代 就要接你爸爸的螺絲廠的時候 你們的產量很小 那你就可以去做很多客製化的單 所以這一集除了讓你看到螺絲的製程之外 你也可以同時去想想 你的家業以後應該怎麼辦 那我們就進工廠囉 而各位在工廠裡面 你知道一個螺絲是怎麼做出來的嗎 首先在我左邊這邊 它就是一堆材料啦 那通常這些材料都是從中鋼來的 所以今天不管你是要做不鏽鋼 還是你要做碳鋼 那你的材料它就不太一樣 它就像一捆線一樣 進到這個機台裡面 而當材料進到機台裡面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經過模具啦 這個模具就是打頭的模具 它會經過一次一次的撞擊 然後呢把你的頭打出成形之後 經過下面的這個輸送帶 然後一路上來到這邊 然後就會出現沒有牙但是有頭的螺絲啦 那你知道做螺絲 其實最難跟最痛苦的地方在什麼地方嗎 就是在調這個模具的時候 因為以前的模具都是經過 一代一代的老師機的傳承 然後傳下來 今天呢就算你得到老師傅的秘籍 但是你在現場操作的時候 你也不知道這個放的地方到底對不對 這個模具到底要往左邊還是往右邊移一點點 因為它很可能都會影響到你公司出來的產品 然後或者是你的螺絲 它精不精準 想必大家都有用過那些 幹明明長的一樣的螺絲 但是它鎖進去它的牙就是不對 套筒套上去的時候 它就是把你的套筒弄壞 然後就很容易滑牙 這個就是媽螺絲廠做不好 在前面打頭打完了之後呢 現在我們就要來戳牙啦 因為你在鎖螺絲的時候 除了跟你的起植機接觸之外 它下面怎麼樣進到弓箭裡面 那個就是牙啦 有沒有玩過那個推硬幣 就是丟進去 然後硬幣會這樣慢慢推出來對不對 當我們把前面打完頭的螺絲收集起來之後呢 然後他們會一次把它的數量 推到轉盤裡面 遊樂場跟旋轉那叫什麼東西啊 天女上花 有去遊樂場玩喔 夾住我們剛剛打好的頭 然後下面像天女上花一樣 一排一排一排把它排列整齊 之後呢把它躺平到我們的機台上面 那之後你會看到這邊有機器有兩個動作 第一個機器的動作 它是把你頭部的螺絲推進去 然後到磨盤裡面 為什麼它上下會這樣子一直很興奮的 快速這樣搓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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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實就在搓牙 它是藉由兩個模板 去用物理擠壓的方式 就把牙擠出來 它可以很快速的在1分鐘裡面 產出幾百顆的牙 在每次摩擦 只要摩擦就會產生什麼 產生愛 摩擦就會產生熱嘛 那產生這個熱之後 上面就是要有冷卻液啊 或者是水啊 不同的材質 它所需要的作動溫度會不太一樣 然後呢 做完之後就會咚咚咚下來 像這樣這個 這個是不是就完成了 但這個呢 雖然已經有頭了 然後有一個完整的牙了 但是它還不是能夠成為 叫真正的螺絲 熱處理完之後 你就要去電鍍 那個時候電鍍就要依照 不管是客戶的需求啊 或電單的需求啊 這樣子你就可以產生 一隻完美的螺絲了 通常在螺絲一次呢 當然不會一次做個2000萬顆 或是做個2億顆 所以通常我們會先打樣 那最怕的地方 就是在打樣的時候 這個就是傳統的螺絲廠 跟現代我們AR的螺絲廠 是有點不一樣的地方啦 假設今天我打樣完了 我發現我做出來的這顆螺絲 怎麼跟我業主要求的不一樣 這時候通常會怎麼辦 我們會拿著這顆螺絲 送到業主 業主發現說 欸XXX 怎麼跟我要做的不太一樣 然後再拿回去給工廠 給工廠就說 不然你想要怎麼改嗎 業主再會拿著那張圖紙 不對啊 你的這個牙間應該要多少啊 你的這個間距應該要多少啊 你的這個寬度應該要多少啊 那再改一次 回到我們剛剛的斷頭期的模具檢查 模具檢查完之後 在秋華機這邊檢查 就會來來回回花了很多時間嘛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使用現代的輔助設備 樣本做完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到屏保室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立刻測量 然後告訴你現場的人 現在的數據是多少 然後像這種有受損的牙呢 他就可以馬上檢查出來囉 同時你就可以把這個數據 然後傳動給現場的師傅 現在Y聲太大了是不是 那我X軸在加1 Y軸在加2好了 這樣是撞起來應該就會比較好了 是的 所以你現在利用5G或4G呢 你只要用這樣子的系統 你就可以在屏保室 或者在遠端的人 或者在國外的客戶跟現場的師傅 就可以立刻的溝通 你也可以直接 跑到機台的前面 然後請現場的師傅 做你做第一時間的調整數據 所以當自成縮短了之後 大家做一客製化的單 就可以更輕鬆 而且你要做特殊樣的小螺絲 也可以更容易囉 所以呢 在工廠大量的螺絲生產的時候 你最怕的事情就是什麼呢 那就是量率了 你知道一整桶的螺絲 它不一定每個尺寸都是一模一樣的喔 你曾經是不是有在很便宜的地方 買到那個很便宜的螺絲 它原本的準度 跟它原本要求的精度 是不太一樣的 那以往的工廠 它都是要怎麼樣監控它的螺絲尺寸呢 斷頭而起來之後 我在每一個固定的時間 然後拿螺絲去測量它 量完了之後呢 我會用手去抄寫它 但這個時候這些動作 會產生什麼樣的問題呢 有時候那個人 腦袋有時候不在想什麼 就是明明看的是螺絲的尺寸 但是呢 頭腦想著 是晚上要簽彩票的數字 所以有的時候 你在抄寫抄寫抄抄抄 你的尺寸就錯了 尺寸錯了之後 它是整桶全部都錯了 丟掉就爛掉 你不要覺得很奇怪 當你這件事情做100萬次的時候 它一定會出現有失誤 於是呢 金屬中心他們就做出了這個 斷造成型的品質分析預整模組 它這個東西呢 就在你每次量測的時候 上面的按鈕只要按一下 它就會出現在我的數字上 占量之後呢 當你的數據 如果它是標準的話 它就會在這個紅線範圍之內 你發現你做這整桶裡面 出現有螺絲 它已經是超過你原本的預估值了 那它就會瞬間 從你的手機裡面發出簡訊 傳訊息給你 告訴你的老闆說 欸 完蛋了 你們的模具要調整 那講到模具呢 有個東西也是會造成你的產品 大量失誤的 那就是你的模具狀況 是的 當你的機台每天懂之懂之 在幫你賺錢的時候 你最怕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模具這個時候壞掉了 但是模具壞掉的時候 你不知道 它還在每天大量的幫你生產 如果你最後發現的時候 那個螺絲的生產已經生產200萬顆了 你知道你的老闆他會多生氣嗎 於是呢 現在都可以在你的螺絲器上面去裝Sensor 這五台的機器呢 我們現在同時剛動了一下 就是它在偵測 測試你的模具在製作的時候 它上面的碰撞跟它的感知力道 也就是說呢 這個東西它可以去分析出 你的這個模具它使用多久之後 它會掛掉 像我們曾經在頻道之前 有跟大家提過飛秒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 當我摸一下 摸一下 摸一下的時候 你會知道它雖然肉眼看不到 但是在它的放大放大 再放大到微米到奈米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說 它裡面的瘦數成分是多少 也就是說當你的寫條 一路被扣扣扣扣扣扣 扣到沒有的時候 表示你的這個模具已經不堪使用了 那在這個時候你再來換就好 所以第一個 你不用很心驚膽挑的 就是免疫想說 我模具要不要換 我這個模具現在怎麼樣了 你同時你也可以知道說 在對的時候去換你的模具 這樣你就可以增加你公司的產量 你也不需要全部停工下來 然後最後去收拾你的那些爛毯子 所以這一集呢 除了讓一般的消費者 讓你知道你的螺絲到底是怎麼樣 伸出來了之外 你也可以有許多廠商 或者是你二代小老闆 或者是你的小工廠 然後你要改裝的 你都可以到金屬中心上面的扣件雲 然後上面去尋找 那你就可以得到相關的知識了 那一起可以讓這個產業好好的進步 所以在看完現場扣件的生產之後 你對於扣件是不是有更多的了解呢 其實台灣很可惜 有很多中小的企業 你現在的工業都還在於2.0的階段 藉由現在這個資訊發展的時候 你也可以利用我們的頻道 那怎麼樣從2.0發展到3.0 或者是呢 怎麼樣可以利用更少的人 然後可以製造出更大的產量 那尤其呢 至最近是我們人才跟設計師輩出的年代 各位這些中小型工廠的老闆們 你千萬也不要氣餒 雖然我們沒有大廠僵著生產力 但是我們的彈性是很大的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時候呢 多多利用一些年輕人 然後去研發出一些很特殊的扣件 或者是在一些新的產業上 去研發出專否這個產業所使用的扣件 這樣你未來的發展性也是非常強大的喔 好的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請記得在下面按讚 或者是你有任何對於扣件的想法 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那如果你想要支持我們頻道呢 你都可以使用加入會員 或者是用下面超級留言的方式 然後來去顧為我們頻道 加速馬力 總而言之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會員 我們時不時會在裡面 去推出一些有趣的團購工具 或者是小產品 也會不定時呢 去增加一些會員影片 也希望可以獲得大家的支持 那這裡是超級燈少年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譜